你好啊 我是綠寶 遊戲來到了第七天 大家應該等級差不多落在40到50左右吧 今天這集要來介紹後面三張地圖 亞雷克拉高原 峰之峽谷 以及柯艾露可雪原的紀錄寶箱 艾露 艾露 啊 希望我多想了 好 言歸正傳 那我們就把接下來三張的紀錄寶箱位置介紹完吧 第一個我們看亞雷克拉高原這邊40等才能開啟的寶箱 他的第一個位置在高原入口的後方位置 還蠻鮮豔的 我跳 哎呀 這邊不是很好跳 但還好我技術還行 第二個位置在空賊團本部附近 這位置算是在地圖物件中的夾城 這個算還蠻好入手的 第三個在空賊團本部上方一點點的位置 這位置會比較難找一點點 他不在溝槽裡面 而是要從外面繞過去 純鉤打開冒險紀錄領取獎勵 是一個過期的黃湯 沒事 至少要增加戰力就好 我們往峰之峽谷走吧 峰之峽谷的寶箱要45等才能夠領取 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不要等級沒到就跑過來白走一趟 第一個位置在空賊團營地的右下方 這個非常好找 很輕鬆的我們就拿到 拿到個屁 這個寶箱花了快10分鐘才跳上來 記住 這邊一定要一接一接跳 不能浩高霧遠直接跳最後一格 那是辦不到的 如果有人辦得到 歡迎私訊給我影片 我保願稱你為跳格高手 第二個在荊棘懸崖右下方一點的位置 這個我覺得好跳多了 至少我大概三次就上去了 如果你失敗不用擔心 不會扣血也不用怕變小 這邊不用找香菇吃 我明明就在玩二之國 整感覺好像找錯誤 第三個在夢幻樂園入口的左側 這張地圖最簡單的一個寶箱 一次沒過真的要去重考直線7秒 老樣子記錄裡面有三個寶箱 OK 記憂成功 最後一張地圖是 可愛陸可血緣 這張地圖等級必須55等才可以領取寶箱 我是想說先拍給大家看寶箱位置在哪 所以才先跑過來拍攝 我是沒有辦法領取的 第一個在薩姆拉村莊左邊裡面一點的位置 跳躍幾次雪地障礙就可以看見了 第二個在相遇之樹靠左邊的位置 一樣 跳一下雪地障礙馬上就可以看見 我覺得這兩個比相當地圖簡單多了 你們到時候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第三個也是今天最後一個寶箱 位置在整張地圖的左上方 我發現這款遊戲平常都在掛機 除了課金要手動之外 再來就是領這些寶箱需要手動了 真難得 好嘞 以上就是三個地圖9個長寶箱全紀錄完整跳法攻略 如果這支影片真的有幫助到你 客觀按個讚 點個訂閱 以及分享吧 這將會是我持續更新影片的動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拜拜